早前被吴起立在记者会上控诉 一分钱都不会帮忙的成龙大哥 最近频频出席公开活动 这天大哥就现身澳门 出席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 早前向太成岚就开箱力挺大哥有情有义 更曾经为了吴起立母女的事 抱着朋友痛苦啊 大哥有看过报道吗 没有 第一 我不看八卦新闻的 所以就少了很多烦恼 很好的 我不看不上网不看八卦新闻 以前看很多烦恼 现在不看少了很多烦恼 只是一心做好电影做好自己的事 谢谢 不会啊 我现在我的人还有什么不开心 我还想要什么 因为重提很多旧视镜 一世都会这样 永远都是这样 我现在没有什么不开心 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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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大哥位于清水湾的大哥片场 最近就有指有浅见机下 所违反建筑物条例啊 不要把小题大做 这些我交给律师 因为我已经长期不在香港 有时借给一些人去拍摄 我不知道她搭了什么 我自己都没回去看 我知道这件事 我们一定会照法律去进行去做 放心 我很少在香港拍戏了 现在 我尽量可以 回来香港 我都回来香港拍戏 有时 香港没有这么多报警 又不可以封街 你都不方便 尽量有些 南部警 陆部警 我都会回来香港 去小时拍 尽量回来 我都回来拍 另外有一件事 小编很好奇 在走红毯时 大哥就拿着两只熊猫公仔进场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熊猫我奥斯卡都带过去了 我去白宫的时候 也带到白宫去了 因为这个熊猫跟了我很多年 本来是 准备 五年 我本来讲五年之后 就拿来拍卖 现在呢 已经 七年都过去了 就不舍得了 因为它跟我全世界跑 每个颁奖典礼啊 而且世界很多名人 都跟它拍过了 现在变成 总有一天我会拿出来拍卖了 因为已经有一个企业 他说任何时间 你拿来拍卖慈善的 它两千万帮我收 底价 但是我要把所有名人的照片啊 地标啊 衣服啊 影迷送的衣服啊 凶章啊 就全部一套的一个小房子 就送过去 它摆在大堂 那我就 迟迟不舍得把它卖出去 因为它跟着我全世界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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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